学佛荡秦精进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这一两年 大家学佛热情应该普遍退了一些 所以这一两年灾难也多一些 人多学佛 就可以转化一个地方的业力 现在人都是杀业 邪淫重 犯杀业又自己不懂忏悔 所以你看病越来越多 去医院的也来越多就知道一个时期的业障 比如去九华山 九华山那时三步一败的 念经非常多 后来慢慢的少了 为什么少了 就是稀有心末了 觉得佛法稀有 珍惜他的心少了 如现在去圣地 飞机一飞就到了 稀有心就少了 但是飞机飞到的 和自己徒步来的 或者坐火车来的 或者三步一败来的 感应的会一样吗 不一样 三步一败来的 看到的景象得到的加持更加殊胜 飞机到的 很快 像赶场一样 只能重重上根而已 真正要切入菩萨的圣境 需要苦行 五台山有文书菩萨的智慧火 支提山有天观菩萨的天灯 峨眉山有普贤菩萨的万灯 佛光 这些都是殊胜的境界 但现在能有几个人看得到的 很少 这需要真实的修行 切入佛菩萨的净土 比如虚云老和尚从普陀山三步一败到五台山 几次快死去 文书菩萨就变成乞丐来救他 这就是修行者的毅力 在一个当时虚云老和尚败到佛母洞 就看到万展明灯 这也是他修苦行后得到的殊胜境界 现在条件一好 放逸的反而更多 毕竟富贵学佛难 而且总感觉人在这几年 总是容易脑袋昏沉 麻木 这个是畜生道的因 也和业障有关 大家应该勤精进 谢谢大家 我们来说